疫情影響下大家宅在家上网购物的频率也大幅增加 有民众说他网购24小时到货的商品 可是等了两个礼拜之后他才收到 他还特别开了一个粉专粉丝页 要大家一起关系这批货的出货进度 结果引来很多网友分享自身的经验 甚至有人5月中旬买的商品至今都还没有收到 电商平台现在已经另外标示商品的到货预估时间 不再次24个小时 即便到了下午时段仍有不少宅配车进进出出 仓储堆了满满包裹 网购宅经济发威不仅物流驾驶货送不完 就连下单到出货也卡关卡好久 疫情下有许多的包裹要等着配送 但是有消费者买了24小时到货的商品 但是隔了一个礼拜业者都还没出货 网友李先生在5月25号下单买游戏机 但是等了好几天商品都还没出货 一直到6月8号才收到商品 原本说好的24小时到货延长长达两周 协信给客服得到的回复是近期的订单质量增加 暂时无法预估出货日期 也因为真的等太久还创立每日关心PC控24小时出货进度 吸引不少网友前来分享持单状况 对此PC控表示以民生防疫等级需用品优先出货 加上疫情期间仓库不变增加人力让出货动能受限 6月7号起商品新增预估出货天数标示 而大部分商品都是由进仓出货再出货 少部分才由厂商出货 而某某购物除了在桃园的大仓库外 各县市还有卫星仓库物流也分散两地 大型家电类则由厂商自行出货 分流入仓加快出货速度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差不多 但同事是有觉得晚一点 就是说本来24小时到货的那种 好像都会稍微迪累一点 我觉得差不多吧 对啊 没什么变 疫情下订单暴增 难免让购物平台人手不够 出货前的商品分流机制 也能稍微帮上一点小忙 东西财经客网名谢维仪台北报导 除了这个外商的平台 电商平台很忙碌之外 最近使用外送平台的量 也大幅增加 有民众却发现 买某些店的饮料或餐点 会被多收两块钱到五块钱的包财费 而且还不能选择不付款 实际这会不会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呢 但店家喊冤说 包财今年来真的涨得非常的凶 也是不得已的 小保官则表示 只要写清楚就没有违法 蜂蜜茶倒入果汁机和冰块 打碎搅拌均匀 夏天来一杯手摇引超级消暑 小姐姐你要好咯 需要塑胶袋吗 一般到饮料店买饮料 都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塑胶袋 不过就民众透过外送平台下定 却有不能选择的状况 看看外送平台结账页面 有民众发现下定时 要多收两元的包财费 甚至有的要收到五元 如果是收到五块的我可能就觉得没有到达那么OK 但我觉得如果收到一两块的话 我觉得还好 因为就是可以让外送员比较方便 以我常常买手摇引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OK 我可以接受 而外送平台也表示包财费用 像是两元的塑胶袋 或是五元的环保两用袋 价格是由店家自己订的 因为政府的政策的关系 所以我们店家是没有办法提供 免费提供那个塑胶袋 所以是必须要收两块钱的 不然商家会回归 那其实消费者在下单之前 我们都会有一个注意事项 是可以看那个两块钱 您是否同意要做购买的动作 外送平台上有店家会在注意事项 提前告知着收餐点包装费 实际询问外送员的确有塑胶袋的话 运送过程会比较方便 如果是汤汤水水的话 还是尽量有塑胶袋会比较好 那或者是饮料有大量的话 譬如说八杯十杯以上 那如果是这个数量的话 我们是希望尽量有塑胶袋会比较好 那它并不是没有提供 但它提供的时机可能太晚了 而且还没有给消费者选择权 那这部分我觉得是值得商趣 不过店家着收包裁费用 因为塑料包裁又在涨了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只料包裁涨更凶 对比去年最高涨了三倍 像是手提纸袋也上涨了三到六元 防疫期间外送需求大暴增 相关包装材料不只涨价 也爆发缺货潮 民众也希望在订外送时 能够自己选择 要不要加购塑胶袋 冬天才能新闻 玉米还有小麦等等呢 都来到十年的最高价位 当中又以食品加工厂首当其冲 我们就独家找到一家 贡丸制作工厂 老板说因为猪肉价格呢 这个月来上涨将近三成了 让它也只好调高售价 一台金涨十块钱 一颗颗Q弹贡丸泡进高温热水杀菌 再滚动到生产线上 排队冷却准备包装 经营二十多年的贡丸工厂 如今制作成本却来到历年最高 五月开始涨 慢慢涨慢慢涨 一公斤差不多在三十块 糖啊 粉啊 那个那个变粉啊 变粉类啊都有啊 冷冻猪肉一个月内价格 从一公斤一百一十元 飙到一百四十元以上 暴增将近三成 让老板终于撑不住 六月开始将每台金贡丸售价 调高十元 而不止食品加工厂 饱受原物料上涨之苦 就连冰店利润也越来越低 因为从炼乳 砂糖 豆制品 到外带用的封口杯 价格全都直直飙 因为这一次全球的一个货柜 以及货运这个部分的一个运汇 涨了四倍 所以对很多的进口的商品来讲 它就必须要反映 全球原物料上涨趋势难以抵挡 植物油 肉类 乳制品 物价都来到十五年最高 国际糖价 小麦 奶油等 出口价也暴涨三成 玉米售价翻倍 大豆则是贵了八成 囤货效应加上运输阻断 恐怕会引爆整体食物 不可能的通货膨胀 通膨特定品项 我们会感受很深刻 但是如果整个经济 或者说整个环境来讲 我们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异常的情形 以目前来讲消费端 终究它的需求 还是没有回到该有的水準 虽然有一些包覆性的消费 所以说你现在要把最终的价格 反映在终端的一些 一般老百姓上 不见得每一个品项都能反映上去 随着原物料价格持续上升 对食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 以及消费端的经济冲击 恐怕财正要转开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一万元的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六月十八号开始 就可以开放民众到ATM来提领现金 可是要怎么领最划算呢 有银行就寄出了网银新户 申请防疫补贴 你可以多领两百块钱 而各大超商也是积极备战 打出不同的折扣优惠 要把你领的补贴再放大 热腾腾的咖啡响起扑鼻 超商用咖啡折扣当诱因 要抢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到ATM领的商机 六月十八号民众就可以到便利商店 ATM领家庭防疫补贴 而业者也推出优惠 五十五元的拿铁 限折十六元变成三十九块钱 大兵美最多也能便宜十块钱 要抢来电商机 就是因为这次家庭防疫补贴 共有三家银行可以提领 国泰市华台兴中信 前两家ATM就在全家里寄出咖啡优惠 而莱尔富同样也要抢人流 拿起巧克力雪糕 准备要清凉一下 莱尔富提领家庭防疫补贴 冰品买二送二 算一算最多可以省下八十元 那符合资格的民众除了透过超商内 指定银行的ATM提领补助之外 还可以点选防疫优惠券专区 莱尔富门市设置的ATM机台 目前以国泰市华ATM最多 有超过一千台以上 优惠券折扣三十六元 统一超商门市内则是中国信托ATM 零补贴会有专属的小白单 上面有五十种商品的折价券 最便宜也有买一送一 而银行也要加码 银行业者也加码民众申请数位银行账号 并完成线上补贴申请成功入账 防疫补贴金就多了两百块钱 都还是要看需求 因为毕竟在疫情期间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的话 自然不会去 心意有到 但是效力可能没有那么好 补助的钱来抵商品 那当然可以 在超商的话 我觉得分散人流会比较保险一点 毕竟好多家长呐喊 防疫补贴不够用 看好优惠在领 虽然差距也就是几百元 但也是不补小补 东森财新闻 黄埔响林皓宇 台北报道 这波疫情 很多人收入锐减 那租房责人该怎么办呢 很多人都说 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台北市就针对房东 如果你主动减租金的话 有达到百分之十五 就可以延后一年缴交房屋税 那么新北市也有新的政策 包含了试用不动产 市场摊位BOT跟OT 租金使用费减收百分之五十 也可以缴纳期限的 展延三个月的房屋税 另外桃园部分公告的停业场所 市府是主动减免房屋税 有达到两千六百四十九件 预估可以减增六百零二万元 但是专家认为 这项方案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 欧缅实际访问到 在台北的租屋族 他则认为其实不无小不 将近四平的房间里 单人床 衣柜书桌 设备齐全 还有对外窗 吴先生从高雄北漂到台北工作 刚搬新家一个月 不过一个月八千元的房租 让他压力不小 台北市政府就宣布 如果房东主动减租比率 达到百分之十五 最多就可以延后一年缴交房屋税 如果以吴先生一个月 房租八千元来计算 如果房东降低百分之十五的房租 他一个月可以省下一千两百元 如果减十五%的percent来算的话 那当然可以在 额外的这个钱 多有的钱可以花在一些 吃饭上 生活上 生活费 而不止台北市 新北市市友不动产 市场摊位等 也减收百分之五十的租金和使用费 缴税期限也可以延后三个月 桃园市公告停业的场所 市府也主动减免 预估减增六百零二万元 台中也有减免 虽然针对房东个人的只有台北市 但专家看诱因不大 那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房东 吸引力是相对比较低的 没有这个房贷负担的这样子的房东 然后呢 他这个物领又比较高的话 事实上呢 他的房屋税可能这个 在税额的部分的话呢 也还是可以指引的 那只是延期缴纳的话呢 对他们的吸引力来讲都是相对比较低的 如果是有负担房贷的房东 延后缴房屋税 能够降低每个月贷款负担 相对会比较轻松 疫情艰辛时刻 对租屋族来说更是难称 也希望纾困方案 能够对生活能有实质帮助 总统才的新闻 李子涵扬 就要特别报道